今天讨论一个比较温馨或者轻松的话题 就是论论教育 首先我要说明一点我们有子女 完全是以一个哲学家的视角去看待如何教育子女的问题 那么人有三种教育是至关重要的 分别是自然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 那么我今天就要主要讲一讲为人父母者该如何 第一家庭教育完全是父母产生的 跟父母直接产生联系 首先就是说家庭教育 然后我再讲一讲父母如何引导自己的子女 参与社会上的教育和自然教育 教育的本心真实目的本质目的是 要让你的子女学会生存的能力 没有生存能力 你说的把教育说的再高大上 说的再好也是白说 正如斯宾诺沙在伦理学所谓的 任何一切所在之物 其首要要义就是要保存自己的存在性 所以其本身内在属性 不可以有其与存在性相冲突的特性 就这意思翻译成 非哲学的语言就是 一个人如果想要生存 首先就是学会活着 学会生存的方法 而他生存的手段 不能与他本身的存在产生矛盾 不能与他的社会地位或者家庭 或者是各种的大周遭的社会环境产生矛盾 那么这就要讨论到一个 国家或者是政治的问题了 那么不同的政治环境 这个不同的这种生存策略 所以教育也是不同的 但是我今天讲的是 一个正常国家 一个正常社会应该有的这种家庭教育 首先 家庭教育之中 父母的角色是不一样 而且针对其不同的对象 你也要有不同对象的这个非常重要的技巧 所谓的不同对象就是子女之间 那么子女之间呢 这个先说儿子吧 儿子对于儿子来讲 父母之间教育的关系 应该是父亲少言传 那母亲呢 多言传 父亲多身教 母亲当然也要做出榜样 对于女儿则相反 应该父亲多为言传 母亲少为言传 父亲多为 少为身教 母亲多为身教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父亲和儿子之间的关系 应该是父亲少说话 少跟儿子讲一天 讲什么通天的大道理 你如果想教你儿子做什么 你就做成什么样的 这是最有效的教育方法 最有效的教育方法 从来不是口头上的多说 相反母亲则要教一些 难以通过行为去教授的一些 思想上的智慧上的道理 教给自己的子女 尤其是儿子 那么母亲对待女儿则要相反了 母亲要做起表率 把这个身为一个女性 在家庭中的重要地位 通过行为展示给她的孩子 然后呢 父亲 因为父亲跟女儿之间天然的亲和力 所有为人父者都 最疼的就是自己的女儿了 那是自己的心头肉 这是一种天然人本性的一种感情 所以父亲可以对女儿和对儿子不一样 这个并不是不公平或者怎么样 这是因为人的天然自然感情而决定 所以父亲要在道理上 这些身就是身体行为上没有办法展示出来的一些道理 通过这个言传来告诉她的女儿 这是父母与子女关系之间一个正常的比例感 当然了不是说父亲就不能对儿子讲道理 这个也不是绝对的 就是大多数情况下言传终于深交 首先这个要搞清楚 如果家庭关系中是一个父亲对儿子说了一堆大道理 但是他自己又不做 这个就是一个很糟糕的教育 有些人就在想我想培养我子女一种特质品质 比如说我想让我的孩子更加具有这个勇气 更加这个善于思考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你首先就要考虑你自己身上有没有这个特性 你自己身上如果没有这个特性 你天天要求或者强迫孩子做他没有榜样的这么一件事情 这就十分困难 可以说是事倍功半 而你如果身上有特性 你想培养你孩子身上这种特性 那他就非常容易学习 甚至你不需要说他自然而然就养成了 那么对于有些不是特别这个 就是不是特别自觉的儿童 教育当然是需要一定的严格性 需要一定的这个 这个就是说 强制性 比如说所有孩子都爱玩 所有孩子都贪玩 所有孩子也不太爱守规矩 那么对于规矩的建立 就要实行在 首先是讲诚制度上 讲诚制度上 遵守规矩就可以得到奖励 不遵守规矩就要受到惩罚 至于是否用肉体惩罚 这就取决于你个人的观念 当然 我个人认为是最好给他施予肉体惩罚 但是这种肉体惩罚 如果家长所在国法律不允许 说是什么虐待儿童 那你就把它放到社会上 或者是放到自然上 让社会和自然对他进行肉体惩罚 这是现在这个大政府越足代刨 一天到晚挟制父母的权力造成的恶果 父母没有办法体罚孩子 那么父母没有办法体罚孩子 就导致儿童 如果父母的讲诚制度 是以经济手段来讲诚儿童 儿童不会感受到 如果他们犯了错误 是有死亡和巨大的生命危险的可能性 这是今天的这个 现代西方白左教育导致的 就是剥夺父母的权威 这点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对整个人类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说白了就是 有一句话叫不作死就不会死 为什么有些人爱作死呢 就是因为很多人不知道 什么叫毁灭 他选择自我毁灭 在这一点上 因为失去了体罚教育 或者体罚教育是不是有问题的 父母的体罚教育 完全是凭借自己的好恶去体罚子女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这个剥夺父母 这个殴打子女的权利 也是从这开始的 原因也是从这开始的 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 这个 好的父母 他们惩罚子女 完全是为了子女避免 今后落入到一种更大的危机的环境之中 无论如何 无论你体罚还是不体罚 这个奖惩制度是一定要建立 完全要让孩子们明白 什么样的情况 他们以后会活得更好 什么样的情况 他们会活得更不好 这是教育的核心目的 第一就是让他们学会生存 第二就是让他们活得好 那么 这是 我对家庭教育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还有一点就是 父母必须亲自教育子女 你不能让保姆 或者爷爷奶奶去看子女 去照顾子女 他们在这个 就是教育子女上会产生非常大的问题 尤其是这个爷爷奶奶 可能比保姆的效果更差 因为保姆仍然属于什么 属于一个社会阶级 而 在接触的形形色色的人类一生 接触的形形色色的人中 他接触那种人是一定会产生的 如果是正常的爷爷奶奶 这个成分水平较高的 思想学习较高的爷爷奶奶 祖父祖父母 你让他们去教育子女 也没大碍 但是大多数中国人 他祖父母都不正常 所以说这也是个最大的问题 祖父母可能 非常的溺爱 偏爱儿童 而导致儿童身上 养成或者形成错误的世界观念 错误的世界观念 非常明显的就是 他不知道他自己是谁 不知道别人眼中的自己是什么样的 你在你祖父母的眼里 在你父母的眼里 永远都是最好的 最棒的 但是你在别人的眼里 就不会是这样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父母 在内心中对子女的爱体现出来 但是你不能在你的生活 平时的行为中 把你那种父母对于子女执着的 那种感情体现的很明显 你要像一个普通的社会人一样 去对待他 去看待他 当然你也有一个监护人的职责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子女要离开父母 但是如果他长期在一种 错误价值观的环境之中成长 他认为所有人都应该像父母 和祖父母一样对着我 那种感觉对着我 或者是他们的眼中的我 才是真的我 那他们就会产生一个巨大的 痛苦的人生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祖父母来照顾子女 如果祖父母有问题 我所谓的问题就是 对教育观念上有问题 他们的教育成果和效率 是比保姆还要差 那么所以父母必须亲自的教育自己的子女 这样才能使他们身上的德行 品质 传就是遗传到你子女的身上 那么人们说常说生儿育女 生儿育女 生儿育女是为了什么 生儿育女当然是为了传宗接代 传宗接代又是为了什么 传宗接代就是为了这个物种延续下去 对不对 任何动物都这样 这不仅是人类 任何动物都是这样 那么要使自己的物种品 这个延续下去 当然他不能只是长得像 他身上的德行 思维 方式 世界观 价值观也要像 所以说中国人讲 这个孝子贤孙 或者不孝子孙的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什么叫孝子贤孙呢 孝就是孝相那个孝 孝就指相 仿佛继承的意思 所以孝子就是他像他爸爸这个人就叫孝子 不是说孝顺的孩子叫孝子 不一样 真正的孝子就是说 一个孩子像他父亲 像他的父母 这个孩子就是孝子 那不孝子孙就是这个孩子不像他父母 就叫不孝子孙 所以说这个不在于孝顺不孝顺 而在于他像不像 因为你培养的继承人要像你 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 比如说我们看到古罗马和古古代的日本 那这些封建性特别强的地区 他们经常认干儿子 为什么要认干儿子呢 就是因为我养的这儿子不成气候 他不像我 我不能把我的江山 我不能把我的事业交给他 因为我可以看出 我死以后 如果把事业交给他 那他一定搞得乱七八糟 最后国破家王 我能够允许国破家王吗 不能 我宁可把我的江山 把我的事业交给一个不像我的 但是具有我身上品质的人 我也不能把我的江山交给一个 是我的亲生儿子 但是他却不像我的 这点在古代人的道德观念中 是非常明显 就是品质上的继承遗产 是远远比基因上的继承和遗产 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 那么现代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所以现代这方面 你不会去认个干儿子继承你的家产 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 那就是你需要把你的儿子 培养成你这样的人 那么再说说家庭教育中的 关于子女的数量 我建议为人父母者 最少要有两个孩子 你要是没有两个孩子 你这个孩子未来一定是缺少一些东西 当然了 根据我的犹太教的这种生育观念 那是当然是越多越好 你生十个八个也没有反对 你生十五个二十个 那才是那个大家族人丁兴旺 那才高兴 当然一般人也生不了二十个 但是一般的极端正统犹太人 他们都生八个到十个孩子 这个这点对于大多数西方国家 那是不可能的 生十个八个 你能生三个就不错了 因为现在的西方国家 他没有犹太教区的这种社群的那种强力的传统性 我的孩子完全可以把他送到这个犹太会堂 让拉比们去教育他 让拉比们去照顾他 这有所谓的西方所谓的教父 在犹太人的社群里是 孩子们 我生十个孩子 八个孩子 我不可能全让自己照顾 我一定要让他尽量的尽早的加入到社会中 这就是为什么说 你的拉比比你的父亲更重要 犹太人是尊重他的拉比超过他的父亲 因为拉比本人都是德高望重 品德高尚 世界观准确正确的这么一群 非常这个有学问的人 他们教育子女 第一因为他们承担着犹太民族传承的重要责任 所以他们对待你的子女 绝对不会比你对待你的子女要差 相反他会以一个外人的更明智的责任心很重的一个老师 或者一个教父的身份来教育你的子女 这就是所谓的社群性教育 这种社群性教育在天主教会里头现在还有一部分 但是在现在的西方国家已经是几乎销声秘迹了 所以你没办法生十个孩子八个孩子 那怎么办呢 那你就生两个生三个 但是最少要你的孩子有兄弟姐妹 让他培养手足的感情 父母 孩子的很多小秘密是没办法跟父母分享 孩子很多内心的感情 父母也不太能理解有时候 所以说孩子要有一个倾诉的对象 你最值得信赖的倾诉的对象 当然是你自己培养出的孩子 所以他跟他的兄弟的关系是非常重要 如果他没有倾诉对象 然后他就跑到外面跟你不知道来历 也不明白是什么人去倾诉 这就是一个很危险的行为 因为孩子没有分辨好坏人的能力 所以这一点上来讲这是父母必须要明白 让孩子有一个兄弟实际上是本身建立一个家庭共同体和一个互相交流的互相沟通的那个重要的因素 当然了 如果你有两个孩子 你的这个投资风险也会降低很多 也就是说假如你有两个孩子 有一个孩子不成气 你还是有继承的 有继承人的希望 当然你要两个孩子都有问题 那就是你教育有问题了 这就是你教育有问题 教育有缺失了 所以这一点上 大家希望大家也能明白 为什么要有两个有三个孩子 这对于你的家庭一定是非常好的 你不要考虑说 我培养一个孩子要花很多钱 花很多心血 或者怎么样 当然了 这是每个父母都要做的 但是你相信 就是你培养两个孩子的同时 你所付出的这个艰辛和努力 其实你把它平均分配就好 平均分配之后 剩下的需要 反而就是借助于社会和他们兄弟自己进行一个弥补 这样 甚至比你父母把所有的爱都倾尽给一个孩子 更加的对于你有利 这是家庭教育所说的这个第二部分 这个兄弟之间 那么我们接下来最后说一说 父母应该如何正确引导他们的子女接受这个自然教育和社会教育 首先说说社会教育 社会教育在一点上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的社群和团体 你要让你的孩子以后融入怎样的一个社会阶级和一个文化圈或者是一个范围圈 这是非常重要 你从小就要培养 你要把它放到这个阶级之中 所以这也显示了人的阶级跃迁之所以困难 就是因为大多数父母其实他也想让自己孩子比自己强很多 但是因为他们自己能接触那个范围 那个生态圈就很狭窄或者就有一定的问题 就不满意 他们自己就不满意 他们又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孩子置入到那种更好的一个氛围之中 所以产生这样的问题 而中国的父母呢 有时候会采取极端的策略 我卖血卖肾 我把我的孩子送到一个比较高级的学校里 比较好的学校里 但是你的孩子反而在里头受到歧视 就是你人还是要有自知之明的 有些大人都没有自知之明 所以也很难培译出有自知之明的孩子 就是你家庭是什么阶级地位 你不要打肿脸充胖子 把你的孩子非要送到贵族学校啊 怎么怎么样 他们到那也是受歧视 因为他们他们的资源很有限 他们的消费观啊 他们的很多观念 金钱观 价值观 社会观 交友观 和有这个组织能力 到这个行动能力 实践能力都很有差距 所以说像西方国家的 你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问题 就不要把他们送到 不要把他们送到贵族学校 私立学校啊 这些地方 因为你本身就没钱 那么当然了 如果你真的决心 我无论如何也从小我要把我的孩子培养成人上人 那你可以试一试啊 我也不阻止 而且我相对我相对来讲 我是十分赞成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啊 因为公立现在的这个欧美的公立学校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 或者是教会学校 教会学校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那么下面我就再讲一讲 在社会教育中 父母应该采取一个怎样的手段 首先孩子进入大社会的这第一步是父母给予的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当他一旦迈入了社会 父母再想阻拦 孩子就会产生不满 他们的这种不满也是极其 从道理上是极其自然的 为什么呢 因为是你把我放进这个圈子里的 然后你现在不让我们在这个跟我的朋友交往 或者是怎么样 为什么 我现在已经长大了 我现在已经跟我的朋友关系很好了 我不能离开我这个朋友 你说我的朋友对我不好 影响不好 但是呢 当初把我放到这个圈子里的恰恰是你 所以他们就会生气 就会愤怒 或者他们有些行为父母看不过去 是吧 他们从社会上沾染的一些恶习 很多的 比如说这个 审美观有问题 现在很多孩子审美观有问题 就是被这个教育 公立学校的那种审美教育 教育的脑子就教育 教育分不出没仇 分不出善恶 分不出好坏 在这一点上 父母就要狠狠的检讨自己了 我当初为什么把他送到那个地方 去上学 我当初为什么把他送到那个地方 去学习 接受教育 这是父母该考虑的 要自责的 这点 说起来 本质上 还是一个你自己的阶级性 你要是穷人 你还送不起你孩子去上学 上好的学校 接受良好的教育 你就不能把这事怪在孩子身上 你要检讨自己 这点也是很重要 有些家长有些问题 就是说 你看你 文革申 天天抽烟 怎么样 从社会上演出那些恶习 我教过你这些东西吗 恰恰就是你教的 因为 他的身上的阶级习惯 他身上的行为 是你言传身教在他身上的 是你把他送到了 那个社会环境 一个真正的 我所接触到的 中产阶级以上的 或者是资产阶级家庭中的那些子女们 绝大多数人 不是纹固子弟 相反 他们的父母 非常明智的 对他们进行道德上的 社会上教育的 和家庭教育的这种 培育 这一点上 以前我没有认识到 现在我慢慢认识到了 这个人生观是很小 就由父母已经确立起来 和培养出来 这也是我今天要做这个视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比如说吧 举个简单例子 咱就说这个礼貌这件事 礼貌这件事 我在接触欧洲人中就深深感受到了 欧洲人很多人的 他这种高层次的这种人的 他这个阶级的礼貌 他不是虚伪 他跟虚伪是完全两回事 很多中国人 当然中国人也有一部分是发自内心的 就是说很大多数中国人 因为他们的阶级品质本身就比较低 中国人大多数都流氓无产者 所以他们对别人的客气 礼貌这些东西 大多不是发自内心 相反 完全是出自一种 一种这种社会习惯 他生存的社会习惯 而欧洲的很多人 这个比较富裕孩子家庭出来的这群人 他们的礼貌是发自内心的尊重人 对他人有一种 就是由内而外真诚流露的一种 尊重 或者是对你的一种真诚的对待 这不是伪装的 而且伪装也伪装不出来 那种态度 伪装也伪装不了 你可以伪装一天两天 但是你不能伪装一辈子 所以说这个这一点上 我就意识到了 就是说有些人说 这个阶级品德是富人是虚伪的 很多很多这个欧洲左派 或者是穷人 天天就说富人是虚伪 其实不是富人是虚伪的 而恰恰是因为你自己德行太低了 你的德行太低了 即使人家对你报以善意 你也没有办法回报 那人家怎么办呢 只能离开了 人家只能离开了 那些有钱人不像希特勒似 我要把你消灭掉 人家只会转脚离开 不在你身上浪费时间 因为你是不可救药了 他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 可是大多数的穷人 或者是没认识到这一点的人 他们就会说 他们是伪君子 他们是坏人 你看他们刚开始对我那么好 现在他们离开了 如果真的是坏人 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在你身上 再搞搞你 这是真正的坏人 像中国人那样 那是真正的坏人 所以说 这个德行这个问题 其实很多跟资源是有关系 刚才我说了 一种从内而外 自然流露出来的这种礼貌 或尊重 这就像金钱一样 一个穷人 他罐子永远 他的存钱罐永远是空的 他自然索取的要更多 他没有东西 也没有东西可以交给别人 而真正的富有的人 他的存钱罐满了 存钱罐满了 就像他的美德满了 他的美德满了 他自然就会把他的这种德行的 就是人格的魅力 我们所平时说的人格魅力 传染感染到周围的人 让大家觉得这个人是个好人 而且他是真正真诚的好人 不是虚伪的好人 这点是非常重要 越有钱的人 通常来讲 通常你不能 你说欧野尼葛郎台那样 那个老葛郎台那样的人 你不能说他那样 有钱而利子 第一那是小说创作 第二那是富人里的极个别分子 大多数的富人 是热衷于这个社区建设和这个 热衷于对他们周围的人 与以善意 关于善意 这是如果你在一个高层次的社会中 多接触这个有钱人 你就会深深的了解到 大多数有钱人 绝对不是老葛郎台那样的有钱人 一般都是第一代 第一代或者第二代那样的有钱人 他们有这个德行 但是如果是一个 一直以来家庭都非常阔碎的人 他们就不会有这个德行 尤其是这个家庭 有些人说犹太人有这个问题 犹太人有这个问题 是他们的历史原因造成的 以色列的犹太人就没这个问题 因为以色列的犹太人有根 纽约和欧洲的犹太人就有这个问题 就因为纽约和欧洲的犹太人 他们是无根之草 他们脱离了原有的犹太社区 他们成为一个只有钱 而没有社区的 没有共同体 没有社群的那么一群人 所以这群人就很容易 做特别缺德的事 这点我也要说明 首先 社会教育我讲的是经济观 经济观和这个政治观 就是你要把它放在人中龙凤里去教员 另外一个就是要说这个 集体观 社群观和道德观 集体观 社群观跟道德观 首先说集体观吧 集体观跟社群观吧 就是说你要让 尤其是这个欧洲的父母啊 你绝对不能让你的孩子 在中国人的圈里的混 绝对不可以 万万不可以 否则你的一切努力都会白费 你的孩子可能二代之后 就返回到中国了 又回到你父辈的那种 在中国里的生活 生活社会 而他你的孙子可能就成为了 一个弟弟到的中国孩子 那你就背叛了你的父亲 或者是背叛了你自己 华人的一代或者是二代的 他们的父亲 飘洋过海 跑到美国 跑到欧洲干什么 就是为了 当然了 生存是第一步 但其实这也是一种政治选择 就是 你怎么都能生存 对吧 你下南洋也可以生存 你就是当土匪 你也可以生存 但是你为什么要跑到欧洲 美国来 跑到这个 这个欧洲来 就是你想过一种 靠勤劳可以致富的生活途径 那么华人大多数都遵守这种 传统的 中国式的这种 这种劳动观 财富观和道德观 他就当然不希望他的孩子再回到中国 再过贫下中农的那种生活 而中国也不是劳动就能创造财富的那个国家 是士大夫文 你要读书当官 你才能 那个 所以说你等于背叛了你父亲 背叛了你父母 或者是你允许你的子女背叛你自己 这点上是华人很多意识不到了 虽然很多华人他自己的路径选择的是要靠劳动创造财富这条路 但是他们竟然还保持着中国式的那种士大夫文化 就是靠读书当官以后贪污去创造财富 这是中国人的根深蒂固的邪恶的长期的那种中国文化造成的那种错误的价值观点 你的选择既然是靠劳动 靠着做生意 靠着自己的头脑 靠着自己的勤劳去创造财富 你就不能让你的子女去享受一种途径 因为你应该知道哪种途径是正常社会和应该更可能成功的 所以说这是很多华人那群啊 那群南方那群广东土鳖们 还有那什么那个那个福建的那群土鳖们 他们不懂了 在教育子女上他们全都是失败的 让自己的孩子跟中国人打交道 在中国什么圈里头 什么上什么华文学校 上什么接受华语的教育 这是大错特错的 你要让你的孩子融入当地社会 当然要让他们在当地的 跟当地的人群去接受他们的教育 而你自己也要尽量克制 自己在中国环境下那种阶级上的感情 道德观念等等这些东西 你要克制自己 让孩子多接受所在当地地区 让他融入到当地社会 至少不能让当地人觉得 你的孩子是个异类 长相是个异类也就无所谓了 但是你不能让人家觉得 你的这个内在 内智的品质和人格 也是一个外来人 这就是十分危险的信号 就是你的 你对你儿女教育危险的信号 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的孩子 在教育这个学校里 或者社会里不合群 这就非常危险 你就要想一想 开始反思一下自己的教育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这是第二点 这是就是所谓的这个社群性的教育 不能让你的孩子像那群美国的犹太人 做无根之草 只知道挣钱 这是不行的 人是群体性动物 群体性动物就需要有归属感 而归属感不是钱能买来的 你用钱只能买一个 你让大家说我们喜欢你 但是内容喜欢是假的 他们不会为你做出任何事情 就像安徒生小说 童话里头说到 某一个青年很有钱 他的朋友就很多 有一天他没了钱了 他就住到了阁楼上 因为阁楼太高了 他的朋友们就不去上阁楼看他 安徒生写这个童话的时候 肯定知道自己在写什么 但是他不愿意告诉孩子们 现实中的真相 他选择了使用一种春秋笔法式 就是隐喻式的 间接式的描述 如果你以前交朋友 当你没钱的时候 朋友就不会再来看 这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 就是这种道理 父母要告诉孩子 只有一个团体 社群性 社区性的价值观念 才能培养出真正的归属感 这种归属感 是用钱无法买到的 而也是人格建立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这是人格建立非常重要的部分 人有两种特性 一个就是创造力 另外一个就是毁坏力 一个有 我个人认为 一个真正有社群的人 他才有创造力 因为他创造有动力 我们试想一下 一个 我就举个犹太人的例子 比如说美国的犹太人 这个人可能叫 我们就管他叫 就叫他扎克伯格 扎克伯格是个犹太人 他从小父母 是犹太的工人 也不让他信教 不让他去会堂 没给他这个宗教教育 或者是很不虔诚的宗教教育 在教会之中 扎克伯格没有建立起自己犹太人身份的这种认同感 然后呢 他在社会中就发现 因为他是犹太人 不是基督徒 他就在基督教社会中被别人静而远之 美国是没有歧视的 如果在倒退些年还有歧视 是吧 在欧洲是有歧视的 那么扎克伯格就心里怨恨自己犹太人的身份 他就更加反感自己是一个犹太人 尽管他没办法改变自己是犹太人这个现实 所以他既讨厌仇恨犹太社群 他又讨厌自己是犹太人 那我该怎么成功呢 挣钱 所以他所有想的东西都是挣钱 一个只知道挣钱的人会快乐吗 当然不会快乐 真正快乐是建设你的社群共同体 建立你自己的团体 帮助别人 这样才能快乐 扎克伯格可能建立起了一个公司 然后给这个社群提供了一个岗位 但是他是一个没良心的 没良心的老板 他是永远在想着如何压榨他的员工 如何使自己的员工利益最大化 从他们身上这个抽取民纸民膏 天天一个计算着怎么害别人 怎么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一个人 根本原因就是他们是无根之草 根本原因就是他没有对社会一个正确的认识 与人与人之间的一种 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 自然界的情感的同胞情感的那种认识 他是没有的 因为他一直就没有被别人当做人看 所以他也不会把别人看成事 所以说这一点就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事情 你说扎克伯格他是坏人吗 未必他未必出生时就是个坏人 但是他今天走到了这个地步 就是我说的那种地步 成为一个压害压迫自己员工的一个 坏资本家的一种典型 那么原因就很多就在于他对社会的一个错误的认知的 相反我们在想一个好犹太人 这个犹太人叫雅各布 雅各布这个犹太人也出生在美国 但是他的父母呢 有两种选择 一是让他进入了犹太社群 让他天天接受犹太教的教育 虽然外面那些人看不起他 你是个犹太人 但是周围所有的犹太人都把他当兄弟姐妹一样 从小玩到大 他们每星期安息日都会在会堂里聚餐 也许这个犹太人不会成为一个扎克伯格那样拥有一万资产的人 但是他活得很快 他的子女也会活得很快 因为他会把他的子女也送到犹太社群里 而犹太社群里就是你遇到什么困难 社群的兄弟姐妹会帮助你 你每周都会有聚餐 你的孩子没有人管的时候 犹太教的拉比 社群的那些长老会带你的孩子 你没有时间去照顾你的孩子的时候 他们会代为老师 而且你很放心 因为你觉得他们就是你的兄弟姐妹 你毫不担心你的子女在他们的手下会受到不正确的教育 更不要说虐待 而这点是中国人永远永远没有的东西 另外一种就是 你雅各布的父母是犹太人 但是呢 你不信犹太教 你也不想跟犹太人打交道了 那你就把你的孩子送到基督徒里头去 送到一个 你不要再强调你的犹太人身份了 就是让你的孩子 接受一种纯西方的纯基督教的教育 那么雅各布他再信什么宗教就不重要 而是融入到当地的社会团体中 教区中 或者是就让他干脆信基督教也可以 这种情况下 为什么我要你一定要 我的建议是一定要信一个宗教的 因为你只有信宗教 你才有那种宗教中所谓那种兄弟姐妹的同胞之爱 这点是其他任何社群团体里没有的东西 你看看那些白左 福尔泰那群人 天天嘴上讲什么人类至高的精神 人类最高的爱 你看福尔泰 他书里头永远是在骂别人 一个天天在书里骂别人的人 他还讲什么人类至高的爱 你觉得他是不是满嘴放屁 白左都有这个毛病 就是他一天到晚在讲着 我们要关心非洲的儿童 可是他们却不关心他们邻居的死活 你这种人就叫虚伪 他就是他满嘴说的仁义道德 仁义理智信 爱呀 说的这些东西 说的都特别好 你看这个西方的白左 民主党喊的这个爱 大爱无疆啊 怎么怎么 都说的特别好 也没问题 从基督教或犹太教来讲也没问题 但是你也得有个先后次序吧 你连你邻居都不爱 像福尔泰一样 他连皇家科学院那群知识分子 他都不能爱 你让他爱一个俄罗斯的农民 你觉得可信吗 你觉得福尔泰说这话有说服力 包括像举弱这种人 他天天说着他 宗教信徒这个行善 不是宗教信徒的这个特权 当然不是宗教信徒的特权 但是宗教恰恰是让大多数人啊 能够在一个团体里互相爱 互相相爱 互相帮助的唯一一种途径 你再否认宗教 你只要建立不起像宗教团体这样的共同体 你就没办法取代宗教 这是福尔泰和欧洲知识分子就想不明白 为什么很多地方怎么这个我们像巴黎这样的地方 他就能推行 因为巴黎他所有人都是流沙 巴黎就是个流沙社会 但是在伯根地地区 在伯根地地区这个白左这个教育就失败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这个凝结的团体的凝结力就强 所以说宗教就起了这么一个过程 你想让你的孩子快乐 你就要让他有社群 如果说有些人就是无神论 我就不要让我孩子信宗教也可以 没关系 信不信宗教是个人的自由 你可以让你的孩子去一些协会 比如说像工程师的这个 就是兴趣班兴趣会 学物理学工程学或者是学什么文学 这就是所谓的这个社团的这个学校中学的社团的命令 一定要让孩子加入一个社团 有一个氛围啊 但是这个氛围是差于宗教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社团他总有攀比性 在教会的这个社团里就没有攀比性 因为大家本身也谈不到谁对上帝更爱 或者更不爱 这个没有可攀比性 但是社团里就很容易有攀比性 我的知识更多 我学的更好 我更聪明 这一点上这是一个人的人人生人性身上的顾及问题啊 所以说这个是没办法解决的 这就是我为什么强烈推荐你要让你的孩子信信宗教啊 去去加入宗教社团 如果实在不行就退而求其次加入一个技术的科学的文学的文化上的这种社团 这是退而求其次的文化 但是他必须有自己的社团 他必须有自己的小小圈子 有自己的最好的朋友啊 甚至是社群 那么当然了 这是往人的领袖的方向发现 无论你要注意 无论是扎克伯格还是雅各布这两个人 雅各布这个人 他如果进入了犹太社群 他就成了构建的一份子 我刚才说了人有创造跟毁灭的倾向 我再讲讲为什么 那么像扎克伯格这种人的创造倾向是他只为自己创造 只为自己创造的人是不会快乐的 而只为自己创造的人同时他是不在乎损害别人的 所以很多这个犹太阴谋论其实就是从这来的 不是因为犹太人是坏蛋 或者犹太教士想要征服世界的 没这个概念 恰恰是因为犹太人 因为他的宗教信仰在欧洲 很多人变成了无根之草像斯宾诺沙那种人 他变成无根之草 斯宾诺沙是好 是正面典型 因为他没成为一个损人利己的人 他是一个刻苦守己 保持着一种 清教徒是这种自我道德约束的 但是呢 很多的人就成了坏蛋了 这些比如说像这个仲夏业之梦里头的这个 那不是仲夏业之梦 威尼斯商人里头这个夏洛特 威尼斯商人里头这个 他就成为了这个 夏洛特他就成为了一个 我要他的一磅肉 我要他的一磅肉是什么呢 没有怜悯心 就是因为他受到了很大的侮辱 他的心内心的人格已经发生了 发生了这种变化 发生了变态式变化 当然这里头还有别的更深层的社会原因 就是封建契约跟人文主义的一种矛盾 这是在沙翁戏剧里的一种体现 封建契约跟人文主义的矛盾 并不是说夏洛特这人是坏人 他是一个遵行封建契约法的犹太人 而欧洲已经变成人文主义 这里头在这里头就是文艺复兴的话题 就不再往生理说了 但是夏洛特本身从神学上来讲 或者从纯粹的伦理学来讲 他的确是因为他是在欧洲有点无根之草 所以才导致了他比较偏激的那种行为和想法 愿意花3000金币去买一磅肉这种想法 这不是一个正常人应该有的想法 所以说从这点来看 一个无根之草的人 即使他创造了很多财富 他不是一个功利性 相反他为了做出他自己满足自己的私欲 他可以损害任何人的利益 而这种人是不会得到真正快乐的 就像苏格拉底在这个柏拉图用苏格拉底的嘴在这个理想国里说的 建筑是不会快乐的 为什么 因为建筑只想满足自己 当他想着满足自己的时候 他就没有欲望 没有止境 欲望没有止境 就想要索取更多 索取更多 但是资源永远有限 他永远不能满足自己 所以建筑永远不会快乐 他是奴隶的 他是这个欲望的奴隶 同样无根之草的精英也是这种人 无根之草的精英 还有这个很多这个所谓的什么光明会阴谋论 骷髅会阴谋论 其实也是下等人是不知道上等人的生活的 下等人就老觉得这群有钱人有势的人 天天聚集在一起 是不是谋划着统治世界奴隐我们 这是典型的无产阶级的思想 这就是为什么人家为什么要组成社团 因为人家跟你玩不到一块 你们这群下等人跟人家上等人是玩不到一块 所以人家要组织一个社团 让这群社团里头的人 能够互相的团结一心 你像美国什么共济会光明会 他们内部的组织是非常的团结 是互相帮助的 是有所谓的兄弟之爱 他们为什么在共济会里要喊兄弟之爱 就是因为他们在组建自己的社团 而扎克 而你不能像一个扎克伯格式的人 你不建立 而你的建立可能是对别人的损害 那么我就说说雅各布 雅各布如果成为了一个基督教中的一员 他或者是他融入了当地的教会社区 他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喂饱自己 但是当他喂饱了自己挣了钱 他会开始想第二件事情 就是造福别人 这一点是无根之草的有钱人 没办法理解的 无根之草的有钱人是不会造福别人 为什么很多大资本家要去搞慈善 不是虚伪 是因为当他们有钱了 他有那么多钱干嘛呢 他花不完 他有那么多财富干嘛呢 他本身如果是在一个有社团的一个群体里 他就希望我用我的钱去建设社团 我让我周围的所有朋友亲人都付钱 这就像有点过去 过去儒家光宗耀祖 容归顾礼 我容归顾礼了 我在外面打拼了一辈子 当了官了 当了一辈子 回家了 我有些钱了 我要给家乡出树立建设建设 这是很自然的一种人的情感 这个没啥可去研究的 不需要研究 任何正常人都有这种情感 这也不是什么高风亮节 这是一个非常 你就是哪怕是为了虚荣 你也可能会做这件事情 如果你是发自爱 那这个道德动机就更高尚了 无论你的道德动机出自爱 还是出自虚荣 你做这件事就是造福大家 这一点来讲 是你培养你儿童的人格上的一个非常重要 所以你从小就要让孩子融入到一个社群中 融入到一个社会 最后我再减一点时间去讲授自然教育 自然教育在这个 我们最伟大的教育家 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 卢梭的这个艾米尔里头就讨论到 他的第一句话就是 凡是自然所造的都是好的 凡是从人手所出的都是坏的 他要使不自然的变成自然的 使一边土地上的长出另一方土地上的植物 他奴役他的犬马 折磨他的仆人 然后说了一段大话 有意思有兴趣的可以去看艾米尔的这个第一段话 可以匹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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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匹这个 这个 狄更斯双成记的那第一段话 所以说 他的文字的这个 不论是哲理性优美性逻辑性 还是他就是观点的那种爆炸性 都是十分的让 这个读者第一眼就能抓住 艾米尔这本书第一眼就能把读者的眼光抓住 那他这里头就讨论到了自然教育 我今天就简单讨论一下我对自然教育的看法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而不是自然界的敌人 这点要让孩子明白 那么自然的这个观念 实际上跟道德的观念是非常非常紧密联系 你希望你的孩子成为一个破坏自然 喜欢剥削别人 破坏自然 剥削自然 跟自然跟周围的环境产生对立的人 还是希望你的孩子成为一个和谐的 能够在自然之中获取灵感 获取思想上的灵感 或者是获取这个创作上的灵感 这是你要对你孩子自然教育进行的投入 首先就是好奇心 大自然是永远有无限需要人去学习和拓管 所以你培养你孩子在自然环境中成长 首先就是培养他的好奇心 培养他的冒险精神 培养他的开拓精神 这一点上是在社群性没有办法 社群教育和家庭教育中都没办法去给予的 因为人永远对未知的充满好奇和拓展 而社群和家庭通常都是已知的因素 告白 只有大自然是有充满着未知的挑战和冒险 你要让你的孩子做一个勇敢的人 做一个有开拓精神的人 就要让他在自然之中学习 所以夏列营这样的活动是非常必要的 让孩子去参加夏列营去滑雪 去自然之中登山滑雪 在这个野地中骑自行车 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要让孩子去 甚至可能的话可以让他去参加一些野外生存的锻炼课程 这点也是对你的孩子可谓有百利而无遗憾 现在有些城市人看见一只虫子都吓得大叫 看见一只蟑螂都吓得大叫 看见一只老鼠都大惊小怪 就像没见过的一样 没见过世面 这是典型的非常荒唐 非常慌张 如果能在自然中生存下来的人 他一定能在社会中生存的更好 这一点是因为他要接受自然的教育 人类社会的核心是自然社会 就是地球那种自然环境衍生出来的差弱 所有的成年人都知道 社会的竞争是很残酷的 这个现实也是很残酷的 但是我们从小都被放在摇篮里 我们从小都被放在一种非常舒适的环境里 所以我们就产生一种幻觉 就是社会应该是像摇篮一样舒适 但是我们在接触社会之后 大多数人因为文明的关系 就是这个格尔丁在这个营网里头写的 因为文明的这个秩序仍然在延续 所以那群英国孩子们 开始的时候在这个吴尔夫和杰克之间的这个斗争 开始大家倾向于这个吴尔夫的 就是这种秩序手续的过程 然后他们就逐渐变成了杰克 就变成混乱的代表 这个过程之中 我不去评价格尔丁这部小说 他是不是真的人类社会如果放到一个荒岛上 人类会变成这样 但是即使是杰克 他也会在混乱中慢慢建立秩序 只不过是一种新的秩序 跟原来的文明社会有区别的 那是因为他以前生活在英国 而现在生活在某个这个大太平洋里的这个 大西洋里的一个小岛上 因为你的自然环境导致着你要改变结构性的变化 这就是人们看盈亡 但是却得出一种错误的认知 就是说人的本性是一定会变成邪恶堕落的 人类本质也有产生手续和秩序和这个守恒的这种可能 不能完全把它归于邪恶的这种发展 而自然之中的锻炼认知自然 就是非常重要 就是你在自然之中你会面对很多问题 比如说如果你在野外生存 你会首先遇到饮水问题 你会遇到猛兽的问题 你会遇到蚊虫叮咬的问题 你会遇到很多很多毒蛇的问题等等 这些东西都在教你 首先饮水的问题教你卫生的生活习惯 食物和饮水都是教你卫生的生活 而且你要努力去获取食物 如果你不去工作 你不去你就没有食物可获得 这都是在教人类怎么生存 那么野兽就是培养一个人的勇气 当然了白左那种人倒放在森林里 肯定是为了狗熊的 什么讲究大爱不将这群人 肯定是为狗熊的 为什么呢 你不能你要保持自己的生存 就是四边诺沙 我刚才又回到开始那四边诺沙那句话了 你要保持自己的存在性 你就必须你身上的属性 就不能跟你的存在发生冲突 白左的逻辑是 欧洲左派逻辑是 我要把我的财富 我不能剥削穷人 穷人都是可怜人 我们把富人的财富都抢起来 然后交给穷人 那么在自然界 野兽当然是比你人类更贫穷的 你还有一件衣服穿了 就是白左再穷 他也有一个衣服穿 野兽穷的连衣服都没有了 所以说按照白左这个逻辑 应该你就应该像世家谋尼一样 割肉为盈了 这典型是一种荒谬的逻辑 荒谬的哲学观 人生观 你既然要生存 你就要成为强者 强者不意味着要剥削别人 但是在某种程度下 因为自然的法则 你就需要猎杀 这点上来讲 这是欧洲白左 富尔泰这种人 他一辈子也理解 举落这种人 他一辈子理解不了 他永远也理解不了 他这 他就是一看就是雄性激素偏低 雄性激素偏低 所以这种跟野兽之间的搏斗 你遇到狼了 你遇到狗熊了 你遇到这个舍利了 那狸猫了 你该怎么对待他们 怎么对付他们 这是很重要 否则的话 你就为了狗熊了 那你的基因就不存在了 你的 再说完 你在大自然中 大自然就自然化的把你的基因清除掉 自然清除基因的道理很简单 你是弱者 就该被清除掉 但人类社会 人类社会实际上就是这个自然社会的一种延续 你得让你孩子理解这一点 你要不让你孩子不能理解这一点 那你的孩子没有接受过这个自然教育 他的很多行为会很危险 还有比如说像 对待有毒的植物 实际上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曾经看过一本 这个真君学的书 这个真君学的书就是辨别 比如说欧洲这些植物 哪些真君 就是这个蘑菇 就是蘑菇 哪些蘑菇是有毒的 哪些蘑菇是没毒的 这是需要 但是我 我只是简单的发 不是真的去研究真君学 所以我大概就看看它的可食性 生长环境 这么一个过程 你要让我到野外去分辨 我还是分辨不出来 因为有的实在长得太像了 你不拿书去对照 可能都会中毒 你长得太像了 几乎一模一样 有些真君长得非常像 散君非常像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 你就要培养出你孩子精细 精致 学习的精神 这点是中国人也没有的 以前德国有一个化学家 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 就说了中国人做化学实验大概率 这是19世纪 是19世纪末期一个德国化学家 就说的密话 中国人的这个德行 这个就做 做问题这个 这个性格呀 他们很容易把 写在化学书上的几粒 几克的这个化学实验品 他们就放到十几克了 在他们眼里 几克跟十几克没任何区别 这种做学问的态度 这种做学问的精神 难怪中国的学术永远上不去 你要精致的精密的 像这个评论家在评论芭蕾一样 芭蕾是一种精密细密 从柔弱中显现坚强的美学 芭蕾中的每一个姿势 演员的每一个姿势 都十分要求的非常严格 以芭蕾的态度去研究科学 而不是麻麻糊糊的 都可以差不多 反正最后结论都差不多 都都都差不多 十克二十克没什么关系 不就差几克吗 几克我的手我都感觉不出来 你不能用这种学术态度 去做学问 当然也不能用这种态度 去做人 所以说这一点上 也是中国人特别缺失的一个东西 这是中国人那种 中国人那个孟子所谓的 抚慕不可穷山林 财慕不可胜用也的那种文化 老子所谓的节责而渝的那种 长期的对大自然的破坏剥削 产生出来的阶级德行 道德水准 而为什么欧洲人就没有什么 抚慕不可穷山林 财慕不可胜用也 这种自然环境的 就是因为欧洲人是以精密的 人家小家过日的 人家保护自己的资产 因为人家认为 他们的土地是他们的资源 他们的树木也是他们的资源 所有的动物植物 动物群植物群都是他们的资源 他们不能随意破坏 随意破坏就等于杀死他们自己的孩子 中国则没有这一点 中国认为 中国就是典型的 刚才我说的没有社群性的民族 他们破坏自然的环境 情况下是想的 我破坏的是别人家的地 我破坏就不是我们自己家的地 我破坏就不是他不明白自然间这个自然平衡的关系 他没这个概念 所以说中国人是在自然教育上完全没灵的 完全负分的 完全失败的一个名字 社会教育上也都是失败 所以中国人最好出的也就是家庭教育不错的 还能出就是能出点有钱人出点这种福建的或者温州的这种商人在国外 但是他们对自然的教育你看他们的懦弱他们的愚昧他们的这个都是因为他们的还有他们的这个小气不愿意建设当地 把挣到的钱都寄到中国或者怎么怎么样的都是一个他们保持着华人的传统 还有一个就是缺乏社会教育和自然教育 原因跟就归根就是这一天 但是大多数人没办法认识到这一天 今天呢我就是为所有为人父母者所有想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一个快乐的健康的生存的好的 并且他也能为繁育出比他更好的更健康的一代的这些为人父母者提供的一个建议 本来我没打算做这么长时间今天这个视频啊没想到也做了一个小时啊 真的是我对把从很多哲学家和从我对社会中对人的观察之中的一个总结啊 放到了今天这个视频 希望对各位父母有所帮助啊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说到此 我们下期再聊